還是額外勤打 謝謝主席 這個主席比上次的主席慷慨一點 主席 我對個別條件有問題 是不是等一下逐條討論的時候再提出來就可以 這個應該是大體發言 我以前做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我最討厭委員記者問問題 不過我這裡有個問題 因為剛才的人都沒有問 我們麻煩林部長回答一下好嗎 蔡委員好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既然貨物稅也調了 計程車的牌照稅也要免稅 請教一下部長 對於這些降稅或者是免稅 對我們財政收支的衝擊有多大? 謝謝蔡委員 我想這兩個都是它的影響是不同 第一個就是貨物稅的部分 因為它是一個短期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是有評估今年的稅收徵 徵期的情況應該還算好 如果它是個長期降稅 那勢必影響到我們國家財政 這一點我想院裡面也知道 他認為油價應該確實反映成本 不過如果短期的賬 將來還有跌的機會的話 他就希望能夠用短期用貨物稅來穩定 所以我們是有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如果油價還是居高不下 那貨物稅還是要回來 那油價還是要去反映 那有沒有具體的數字的評估? 具體數字評估是這樣 就是我們估計大概是50億上下 這三個月整個稅收損失 那50億的話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的稅收 是超過我們的分配預算數 但是因為分配主要是因為所得稅 爭取得不錯 現在下半年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因素會消失掉 不過大致上看起來 所以我們要來今年達成的預算 的機會應該是有的 第二個就是排照稅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也覺得 應該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太多的稅減免稅 不是稅法 就跑到交通委員會 什麼就是委員會 就把它通過 這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也很請大院能不能考量 因為我們排照稅法 在柴委會也討論過了 是不是應該變到這邊來去討論 不然的話這個稅制 就是這樣切割就切割掉了 我們也連講話機會都沒有 就崩這樣跑出去了 而且這個財道稅是影響到地方政府的 而且影響到是這個整個道路建設 那麼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是要 這個是不是我們 我也是希望有機會 能夠請這個大院 能夠再通滿考量有關稅法的減免 將來的審議的機制 是不是要有一些改變 審議機制當然是可以改變了 不過法律的結構 你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像現行的法規的結構裡面 可以把這些稅務的調整 深山在不同的法規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統一 就是說審查或者是統一的那種 調整的機制 是不是麻煩 在相關的稅法裡面 找出一個最基本的條文 可以放進去 跟委員報告 現在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別的國家做法 所有的租稅減免 都是應該在稅法裡面訂定 那麼只有我們國家 是變成別的法 去訂定很多租稅減免 那這個例子建立之後 現在就要拉回來很難 我們在財政改革委員會 長期報告裡面 其實有一個建議 將來希望把所有的租稅減免 把它用一個 就是個別的法規 規範好之後 是到財政改革委員會來 我覺得這個 不是立法院 他怎麼樣審議這個問題 的機制問題 而是一個基本的法規結構 你要怎麼去調的問題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很多的稅 尤其是這種間接稅 交易稅等等 這個稅收 常常因為這種不同的因素 在調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你的關稅一直在降 你這個國際貿易的趨勢 你關稅一直在降 那你的貨物稅 我覺得貨物稅 總有一天它可能會不見 所以這種間接稅 它是一直在走下坡的趨勢 你在財政上要做平衡 你在其他的間接稅 你要做一個統一的規劃 尤其是過去的十年 過去十年 你沒有做財政部長 這個不規定管 但是過去的十年 財政收支裡面的關稅 降了多少 那但是我們都沒有做財政平衡 也就是說 沒有在相關的間接稅 比如說EAT上面 把它加回來 跟蔡英文報告 你講的那個其實正式 間接稅改革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其實在民國六十幾年時候 那時候財政部的整個的政策方案 就是要把貨物稅 和這個關稅 要把它降低 然後把重點移到 就是加值行業稅 但是加值稅那時候還沒改革 所以75年改了之後 就預定了一個條文 就是稅率可以在五到十之間再調整 就是希望將來貨稅關稅降下來的時候 這邊要能夠調上去 所以我知道你現在加這個VAT 是有那個通貨膨脹 什麼一切的考慮 可是問題是說 當其他的間接稅在向的時候 你要做平衡性的處理的話 我覺得這個通貨膨脹的考量 可能可以這樣子 其實是對 因為你貨稅降物價會跌嘛 你那邊上 所以物價是個別有漲跌了 所以真的做好人的時候 要想要同時要做壞 我們希望 對我們希望朝鮮法會來努力 而且我們在最低稅務制這個法案 如果能夠順利通過的話 我們下一步就會來考量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好